网友偶遇范诚诚一家四口低调庆生,范冰冰助弟弟内心强大勇往直前。 6月15日23点59分,范诚诚PO初18岁庆生照,昏黄的灯光,小小精致的奶油蛋糕,大明星的成人里原来如此温馨平常。 范诚诚PO初的生日蛋糕旁边放住三把黑色小叉子,粉丝猜测姐姐范冰冰是不是专门跑天津为弟弟竞生。 网友晒出偶遇照,碰见范冰冰一家人吃饭,本人超美,好像是在给范诚诚竞生,不过气氛很平淡,特别低调,家庭剧会拒绝合影。 欧玉吐餐桌上的螺旋文小单管和酒杯都和范诚诚PO初的照片一模一样。 范诚诚刚在天津参加完品牌活动,妆都没卸,脱掉了外面的红色夹克,只留下里面那眼白色漆续衫。 范冰冰冰一家四口没什么欢乐庆祝的气氛,整个家庭聚餐显得心事重重。 李晨在美国闭关拍戏缺席了小舅子最重要的成人礼。 16日中午1点左右,范冰冰低调评论,祝福弟弟18岁生日快乐,愿你拥有强大的内心,一路勇往直前。 范冰冰冰之前在北京低调拍戏,此次为了弟弟专门飞天津,范诚诚粉丝很感动,爸爸妈妈姐姐都去了天津吗? 小宝18岁生日快乐,跟最爱的家人一起过生日,是不是超级满足? 6月15日晚,华谊召开电影战略发布会,宣布首集2位受崔永元事件影响,顺利又紧张地拍摄中,打出的宣传口号是冯小刚作品,原班人马,鸡不可施。 华谊高层透露首集2将于19年与大家正式见面,这是一部直指人心的作品,这是准备跟崔永元公开叫板,不死不休的节奏啊。 一部电影搞出这么多风波,不知道范冰冰有没有后悔上了贼船。